航特部六东腰旅 传出现役军官 涉嫌泄露国防机密给中共 而涉案的卸行忠孝 遭积压境界获准 六东腰旅航特部 其实比较麻烦 因为他是主管 北台湾的一些航空的重镇 他其实在战时 他有负责词员 台北中枢的一些重则大人 作战长的级别 他站在哪个位置 只有这个六东腰的中阶军官 非常的清楚 航特部六东腰旅 平时负责首都和北区防卫 堪称是陆军中精英 但没想到汉光演习才刚结束 就爆发泄密案 外交国防立委点出 这回案件跟过去副陆军官 泄密案大不同 中共的间谍网络 恐怕已经渗透台湾 位数中央的陆军航特部 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军种 然后由高阶军官来发动 交付机密资料这样的一个做法 这样代表的是中共的间谍网 可能已经深入到台湾 已经让我们的国安亮起红灯 过去供典案主要以金钱 美色等因素导致官兵沦陷 但随着两岸情势紧张 供典渗透手法可能更加深化 专家点出目前我国间谍行动 对照欧美国家实在偏低 欧洲跟美国国家间谍罪 如果是确定的话 通常是二十年起跳 甚至是多罪一罚 累积到三百年的都有 但是台湾的判刑的结果 可能是西方民主国家的 大概二十分之一 针对公典案 国防部强调会持续强化 反情报教育 严密各项保密作业 同时链接国安联防 中共渗透五孔不入 我国国安最高机密安全 不该存在漏洞 三零熊黄一锦 旁边国安台报道